大家好 我是探眼医院阿峰 今天又过来打鱼了 不对 今天过来钓鱼了 走了 现在下去 还要戴上我的帽子 才像一个钓鱼的人 下面那个是钓鱼高手 我们去探望 好了 找这个位置准备开稿 然后这个地方 前面的正中央那里 前几天刚打了一条大轮转 这个地方的鱼还是挺多的 半个小时了 钓着一条鱼 就一条 一条这个雀鱼 我们这边叫三门鱼 换个位置 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鲍鱼矿 平时潜水打鱼的时候 因为我打鱼一般是在斩潮的时候开始打 然后很多朋友都看到水下面的这些 这些炎炎的东西 现在可以退潮了可以看一下它的钱帽 这一带都是养殖区 都是一整片一整片连片的 然后这边的鲍鱼矿都是废弃的 所以这里没有鲍鱼 看一下 这个鲍鲍鱼矿里面要是养殖鲍鱼的话 它会 像这样把盖盖起来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碗兜 那个碗兜可以把这个鲍鱼包在里面 防止它逃跑 我们岛上的鲍鱼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这个它出名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水质 像现在外面都是大风大浪 然后这些养殖区 这个水还是比较轻的 但是对于我们潜水打鱼来说 西澳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才可以打鱼 走了赶紧找个好地方钓鱼去 可能今天钓鱼是不好钓了 连钓鱼高手都换了几个位置不理想了 我们和海沙大浪 好 牵水一样 哈哈哈 走 走了走了 那边长桃长上来了 要上去了 要不等下得游泳回去 干了 从退潮打到斩潮 哦 说错了 从退潮钓到斩潮 没钓到什么鱼 上了上了 先上去了 现在都长满了 这个潮水都长了一大半了 这帮人钓鱼钓都要游泳回去 上岸了 看一下今天谁钓得多 哦 这里有四斤里了 这不是四斤里了 这不是四斤里了 继续雨了 你还没有三斤里了 这就是鱼钓的 可以 我也要上吗 鱼钓也有三斤里了 看一下鱼钓 好可怜 你笑什么 就不是钓鱼的料 走了 就单着今天来游泳了 二 四 六 七 八 八条鱼 平时潜水打鱼的时候看到这种鱼 真的是不屑一顾 真的是不屑一打 现在进来钓鱼 要钓这种雀雕 这个沙文 觉得太搞笑了